猫猫会看伤痛文学 敏感多思解共情力强 很多人说他是文艺批 很多人攻击他是咯登怪 但在我这里 这些特性反而是他强大的表现 保持鲜活柔软的心 在这个人人焦虑 争相追赶 信息爆炸的时代 很多人必须要阉割一部分的同理心 才能活得下去 为什么 因为不平时太多 可怜人太多 若个个都共情 人们是必要实施行动 但现实会让你清晰地认识到 自己时间与能力的不足 这会给你带来打击 被害人有罪论 也有部分这样的原因在内 被害人不完美 也就不值得同情与伤神了 就这样 在岁月的轻视下 一些原本柔软鲜活的心 慢慢变成了老树皮 被盔甲包裹的冷静坚强 何尝不是一种退缩与软弱呢 猫猫能感他人之侃 痛他人之痛 因为粉丝一句暖心的话而落泪 挖掘他人相处中的点滴美好 接纳他人的灵魂演绎人生 这样一颗依然鲜活 愿意探出触角去 拥抱世界的心灵 会是多么的强劲有力 美而不娘的天然姿态 很多人形容猫猫 美而不娘 其实 我不愿意用不娘来形容她 因为这也掺杂了一种 对女性姿态的轻视在其中 我更愿意称她的美 是浑然天成 而不搅柔造作 父权社会成长起来的男孩 与女孩都有各自的委屈 女孩的刚强会被闲言闲语 男孩的软弱会被轻视责备 猫猫骨子里对女性是尊重的 就像她演王岳时 有一段激情戏 主持人抛梗让她聊一聊 她并没有借此搏眼球 而是很自然的转移话题感谢导演 她也不会像其他绅士那样 照顾女生来凸显自己的优势 反而能很自然地 学女生打闹活跃气氛 而我欣赏的就是这一份评试 同时她也并不苛求自己 为了一双球鞋 她可以向妈妈哭半小时 也可以很自然地 向亲密之人撒娇卖萌 也可以很自然地 袒露自己腿上的苦痛 拍戏的辛苦 偶尔的敏感 而不是强作坚强 或避免被喷卖惨 她走在人生的崎岖路上 跌倒了会喊痛 会安慰 但之后 她依然会聚集能量重新开拔 完全接纳自己之后的包容积极 大家觉得 若男生被问到 能否愿意做一个女生的备胎 她们会如何回答 我想多数都应该和当初那个综艺 里的其他男嘉宾 一样抵触反感吧 猫猫的回答却是 只要我依然很爱她 她也愿意和我在一起 我会带她离开伤心地 去一个地方重新开始 她永远知道 什么对自己是最重要的 真实接纳自己的感觉 而不是被外界的评判干扰 龙格曾说 没有一棵树的枝丫可以触及天堂 除非她的根系深入地狱 人天性存在两面性 能够包容接纳自己 也就能包容接纳他人 就像一直勤快的人 接受不了别人的懒惰 洁癖的人接受不了他人的邋遢 猫猫很皮 但她的皮是在规则之内的随心而活 她宠爱包容自己 也包容不苛责他人 大家能看到她客观不避讳地对待自己的苦与甜 但绝不会有意牵连别人 所以才有她以往的傻与天真 我希望我的文章能有幸被更多人看到 我想说 猫猫是个绝对刚强的人 天救自救之人 能突围出来的她并不软弱 她也是个会判断外部情况的乖孩子 不然 当初她不会那么乖 那么安静 同时 她不短视 且踏视 真正的强者只会欣赏强者 她们的真正赏识 比短期利益更难能可贵 我喜欢她 喜欢她的 真她的善 她的强 她的柔 她的坦然 虽不尽善尽美 但这都是很好的她